大家好 歡迎大家點擊這個短片 我是魏維 我收到一個觀眾的來信 他叫做戴音秀 他說要教學儲存存檔 不會用這個東西 那其實很簡單就是 我就是這個講給新手 就是你可以用你的 控制器按加號就可以存檔 按加號 按加號以後 你可以按上面這個R這個鍵 這樣 就會到這個存檔的這個畫面 你就可以按儲存 這樣簡單吧 我想 你想要問的這個 他想要問的是 可能是要獨檔吧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想要獨檔的話 存檔有時候自己就會存了 然後這個遊戲會自動存檔 那有時候你想要獨檔的話 比方說你想要到哪個存檔的這個地方的話 你可以還是一樣按加號 然後到這個 用這個這邊 L或R 到這個最右邊 這個儲存的這邊 然後選讀取 這樣就可以讀取 你之前存的這個檔 我現在在Master Mode 大師之間 大師模式的話 就是大概只有兩個存檔的點 那如果是一般模式的話 好像就是有一列 大概六個還是七個 存檔的這個時間點可以選 那大師模式比較少一點 這樣子 那就可以比方說獨檔這樣 大概就是這樣子 希望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這很短很短的一個小小的 video 我想還是有 觀眾會有這樣的問題 做特別錄了這個 短片給大家 希望有幫助到大家玩遊戲 我是魏惟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短片的話 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個短片見 掰